欢迎再度回到Golf Center 我是JoJo 在周会长以球会友的理念下 创立的Single Party这场邀请赛 举办至今已经来到了第八届 也培育不少优秀的青少年选手 而在每次举行的阅历赛当中 也不乏许多职业及业余好手共享胜举 这次洪建瑶和谢继贤也来与企业老板们切磋学习 还有包括陈静词在内的许多业余小将 不只是交流球技也从中获得宝贵经验 吸取更多的社交技巧 现在就赶紧来看这些球员参与的过程吧 Single Party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培育青少年选手 和培训更多台湾高球希望种子 东方球场就像是摇篮一样 孕育出更多优秀的选手 而在这几届下来 也有不少赫赫有名的高球好手 那过去那么多年来讲 就是目前像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徐维林 李明 甚至现在说实在的 台湾这个打得非常好的一个女子选手 陈思佳 基本上来讲这三位 早期都在我们新后party 这个看着他们长大的 那其实他们在跟我们这些 新后party的所有会员 这种感情也非常好 虽然现在他们都已经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在比赛 但他们只要回到台湾来 都会到这个Single Party来 那种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好 历届会长对Single Party的付出不遗余力 在赛制上也很用心 除了鼓励性的奖励 这些一般人很难以接近的企业老板 透过每场球绪 将自身经历 融会贯通的人生经验 传承给球员们 而这些优秀的球员 则回馈自己的高球心得 那其实大概在从我 十五六岁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有 因为东方球场总经理的关系 那就是也算是推荐 邀请我来打这个小小的比赛 那今天其实最主要目的 会过来的原因 是因为除了要来看看 这些叔叔伯伯会长们以外 就是也是因为 今年的下场的机会比较少 那因为刚刚好想起 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就是都有这个活动 那所以就也问到了 曾秀凤老师说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再回来打打这个比赛 像是有点像是回娘家的感觉 这样子 Single party不只是一场比赛 也是一种互相学习 球员们从企业老板的身上 也能吸取到不同的经验 过程中 这也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部分 对于选手也相当受用 其实我觉得真的让我学到最多 就是说如何 他们像他们大部分 大家都是叔叔伯伯都是成功的人士 那其实也让我学到了 其实越厉害的人要越谦虚 那我也知道 也告诉我 常常告诉我自己一句话 就是越饱满的税要越低头 因为如果你越厉害 你不应该是在 让自己有多么的臭屁啊 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厉害 那其实来这个比赛 来这个活动 其实真的让我学到了很多 也让我知道如何去 就是与年纪比我们大的长辈交谈 那当然 也有一些比赛的感觉 一些挑战的 洪建瑶在参加几届Single party下来 对他来说也试探学习之旅 帮助他在赛场上 更成熟 另外在今年 他也给自己设立了一些目标 准备去完成 其实我今年的目标 是放在年底的日巡赛考试 因为我现在目前是在亚巡赛 而且今年已经第四年 那也是 也希望今年的日巡赛 能够顺利的考过 所以我今年 我目前现在 因为这个月刚刚好都在国内 所以 多加强我的 现在都在加强我的体能 那因为刚刚好知道 今天要有下场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 也让自己多有一些下场的机会 然后多实地的测试 这样子 那今年的目标就是 目标就是放在年底的日巡赛考试 除了洪建瑶与东方球场 有很深的渊源之外 咱们谢季贤也多次参与过Single Party 这次再度来到东方球场参加 心情也相当开心 那时候是 我是两年前的时候就参加了 对那只要陆陆续续参加了还蛮多次 那现在稍微有点 比赛办法有点改 所以现在是属于就是要淘汰制这样 所以每次都很珍惜来打这个比赛 阿贤对于Single Party可是相当重视 隔一周就要去泰国参加亚勋赛 出发前一天还来到东方球场小试伸手 也没有刻意安排 就是刚好这么刚好 就是我明天要出国 那可是来打Single Party 就是一方面就是建立自己的信心 然后可以让我下礼拜 又更有把握来去参加这个Queen Cup 第八届的赛制也有所不同 让大家更积极去争取好成绩 很多选手也是在赛制更新后第一次参赛 也没有啊 就是改变就是 他们现在就只取第一名 然后是按照排名积分来算下一次来参加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因为人家总是只会记得第一名而已 所以尽量去争取这个名次这样 而阿贤过去也参加过几次Single Party活动 不只是珍惜下场打球的机会 也与企业老板们有着很好的互动 还有更多在球场上学不到的事 有 其实每次来打都有收获 对 就是不是光光来打一个Spa Dome这样 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当到老板吗 就是一定要他们的成功的地方 所以经由Spa Dome的下场的时间 其实有时候是可以问他们的一些 一些态度 人生的态度 然后对我们这些我们算年轻的 年轻一辈的选手来讲 其实对我们来说往后的路会走得更长久 这个活动深具意义 可以看到Uncle们会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 看到职业选手展现高超技术 给予业余选手更多磨练的机会 互相学习互相成长 这也是Single Party的精髓 而说到业余选手 近况相当好的陈静词 也来参加Single Party精英邀请赛 跟比他大的长辈们一起打球 也让静词变得更成熟 跟叔叔阿伯他们打最大的特点是 他除了他虽然高超技术球可能不是他的专强 只是我觉得他们在各个世界上其实都蛮有成 然后他们平常都会分享一些 以后如果碰到有类似的状况 都会想起一些叔叔阿伯这些经历 更容易突破 打过几届Single Party的禁词 在与这些企业老板们一起打球的过程中 也学到很多球场外的宝贵经验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叔叔阿伯 其实对我们这些选手很爱戴 所以我觉得除了学到高尔夫球 练高尔夫 还有更多出在人生的道理上都还不错 业余表现优异的陈静词 在加大全国业余春季排名赛封后 用谦虚的态度面对每一场比赛 对于其他业余选手来说 Single Party也是让自己磨练的一个平台 接触不一样的人从中去学习 另一方面即将作为2017世大运前测试赛的 亚太群少年对竞锦标赛 在今天的赛前特辑 我们请到了首届赛事的台湾代表队选手 来跟观众们聊聊他们去年的比赛经验 访谈过程中选手们各自提起了自己最害怕的赛制 以及最欣赏的队伍 当然最重要的是经过了去年首届赛事的洗礼后 我们的代表队选手们到底各自从中学到了什么呢 一起来听听亚太群少年对竞锦标赛 选手们首届比赛后的经验谈 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我们的台湾的选手 然后他当然也是养生球场这边的培训选手 洪若华 那若华今天就是要先问你嘛 那这场比赛呢因为他举办的场地就是在养生球场这边 那你自己是养生培训的选手 大家可能对你的期待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嘛 不过对你自己来讲 你觉得在养生这边比赛的话 对你来讲是一个优势 还是说同事也会有一点点压力 我觉得是优势 就是因为养生平常风都蛮大的 然后我觉得在风就是风大时候会掌握度会比其他选手好 而且在养生国陵坡度也蛮大的 然后在国陵盼路上也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是主场吧加减还是会有点压力 另外的话可能就是问一下说 因为其实这三天的赛程是不一样的 他的赛制也是不一样的 那对你自己来讲啊 你觉得这三天当中的赛制最害怕 或是觉得最有把握的是哪些 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最害怕的是四人两球吧 因为那就是不是只是个人打 你是要跟那个你的搭档一起 就是一人打一杆一人打一杆 然后也要经过讨论 然后也要有默契 所以就觉得难度最高 然后可能因为平常在台湾的时候 比几乎没有接触过这种赛事 所以就是会比较陌生一点 对 那其实去年的时候第一届嘛 你就已经打过了 那你第一届这样子打下来的整个状况啊 觉得说去年有没有给你一些 什么样不一样的起发 我是觉得这场赛事跟平常我们打的都很不一样 因为平常算是个人赛 然后这场就是要跟你另一个partner一起打 然后不是单单就你自己 就你在打的时候 你要想顾虑到你的队友 你打的时候你要想说你这一杆放在哪里 下一杆才能让你队友有更好进攻的位置 然后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相信队友吧 这一点很重要 然后因为这场赛事也算就是蛮有趣的 所以觉得在打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快乐 那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啦 就是在去年是第一届的比赛 那你去年打完之后 或者说在去年有没有发生什么样 你觉得比较特别或是比较有趣的经验 只有就是队友可能好容易达到洞便了 然后甚至短推给我推 然后他其实也蛮相信我可能会进了吧 结果我每次就是会啊 失望然后就是会 他就会用蛮好笑的表情看我吧 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 是你跟谁搭的 丁子萱 对他就是距离很远的 然后我觉得跟他搭档起来是互补吧 因为我距离比较短 然后配上他的距离很长 我觉得他可以打很远 然后让我第二杆距离会比较短一点 刚好铁杆也算是我的强项 所以可以让我发挥得更好 对 那我们另外呢 我们访问到杰恩 他跟若华一样 其实也是养生这边的培训选手 那我们要问到说 其实在这个 你最熟悉的场地比赛对你来讲 你觉得优势占居多 还是压力比较大 我觉得是压力 因为其实在自己的球场打球 其实会想说要打好的成绩出来 就是觉得说在这边培训这么久 就成绩也不能太难看 只是优势应该也是占蛮大的 因为在这里打久了 其实也知道这里的球场状况 然后也知道要该怎么去处理 所以等于是说信心跟压力 这两件事是并成的这样 对 就混合起来了 对 那其实去年你有打这场比赛吗 那可以跟观众聊聊说 你去年打这场比赛 有没有一些 还有跟这么多的国外的选手 一起投场比赛 有没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心意 因为第一天我们打四人四球的时候 是跟韩国就算蛮强的队伍打 其实打起来我们 我发现就是心态方面就比较不一样 就他们感觉 不管打的没干 就是觉得很有信心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能打起来会有点害怕 就会怕说打不好的话 就是很难守住 然后又怕我们队友也会打不好这样 对 然后其实在中间也发生蛮多事情 对 像第二天我们打四人两球的时候 就是打到后面 其实我们两个自己都 就没有在讨论 就是变得 因为状况变得很差吧 对 就是像可能我打不好的时候 他也接不好 然后我们两个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尤其是在国嶺上 就是 我应该只有印象是在第十五栋吧 有一个下坡 然后他就推一个半路 然后我又再推一个又不好 好像是搞一个试推吧 对啊 然后就是蛮惨 直到后来打完还是就有鼓励一下 所以是反而是结束之后才鼓励这样 对 那另外的话也要问你就是说 因为像去年啊 包含今年也是一样 因为三天的赛制 你刚刚有提到三天的赛制是不一样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这三天的赛制当中 哪一个是你觉得最有把握 或是你最害怕是哪一天的比赛 我最害怕还是第二天两人一球 对 因为会害怕自己造成就是对方的压力这样 因为怕打不到不好的地方他很难接 或是为了怕他生气 对啊 然后最有把握的应该还是个人赛吧 因为打自己的球就觉得说比较有信心 对 好那我要先问到俊杰 就是说因为他这场赛制啊 他三天不一样啊 那刚刚前面其他的选手 他们也都各自提到自己最有信心跟最害怕的赛制 那对你来讲吗 我觉得最有信心的是四人四球赛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四人四球时 我就可以很尽情的去转body 就是尽量去进攻 然后对 不用担心打不好 会会打个boge double 因为队友可能就可以保住怕 或者是我打不好的时候 可以他变body我保怕 那你最害怕的是哪一天的赛制 个人赛 反而最怕的是个人赛为什么 个人赛的时候就 就是表现自己 然后表现不好可能就 就发现自己的实力就真的是不足 四人两球赛的时候 可能自己打不好 可是队友还可以帮你救到 你擅长的位置 或者是比较好打的位置 你去接下一杆 那不过另外一个话 想要问问看你 因为这个比赛还比较特别 它是男女一起同组打 这跟我们其实以往在看到其他的比赛 可能就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跟女生同组打球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策略上也会有改变吗 就跟女生打可能就会比较紧张 因为台湾很少比赛是跟女生一起打的 对 然后距离上也会有一点不同 所以你觉得跟女生打 你在策略上 你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就女生打比较紧 可是虽然距离比较短 可是就很稳定的都会在球道上 不会乱歪 不会欲逼 所以就是跟他配的时候可以用力打 就是不用怕自己出去会怎么样 我觉得耐心很重要 就是不管是对对友或是对自己 就是队友的话 就是如果他打不好 就是你也不能怪他 然后就是说 就是还有我嘛 所以我就觉得对自己的信心也很重要 然后如果当队友打好 如果你也想要加一把力的话 如果没有达成的话 我觉得也要对自己有耐心 就是说既然队友都已经有帮忙到 那我下一动再来 我觉得韩国的特色还蛮多 就是可能他们派来的选手也真的很强 就是看世界排名也真的很强 然后我觉得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搭配得很好 因为两个人其实秋风都蛮强的 都是狗 所以我觉得 而且狗的原因就是说 狗不会食物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点 就是就算狗 他们也会考虑自己的成功率 大家是多少 只要超过那个一定的量 他们就一定会狗 所以他们就赚地干素的机会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拉开他们成功的一个关键 哦我觉得切干吧 我觉得他们的球 就变化很多 而且我觉得他们适应的球 就适应果林很快 就是他可能走到这个果林 然后切个几时 他就知道要用该用什么方式的球 对吧 我觉得就是适应这一块 我觉得我有比较弱 就是碰到新的环境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我适应会比较慢 然后就是希望我可以多学习他们 因为那场是算蛮大的场合 好像是日雅合班的吧 第一次去也是很紧张 然后都跟一些日本老前辈的 就自己也不是表现了他 就有点可惜 有就是他们的节奏很一致 他们的流程就整个就都差不多 不像就是我们有时候着急 就会变快这样 有了去年首届的赛事经验 相信选手们今年都将更有想法和方向 经由曾经与各国好手竞赶切磋的难得经验 再次激荡出更动人的花火 看完了全球高谈的近况后 待会广告回来 我要带大家前往新北市石门 造访北海球场为了欢庆28周年 而举办的黄金海岸杯 全国精英球队排名赛 还没报名的千万别错过 我们马上回来